这孩子平时懂事吗 懂事 他生了这个病之后 我们回去化疗了 他头发就掉了 然后我们就带他出去散步 有好多我们书人问他怎么了 我们就说他腿痛 他自己就直接说 癌症就是癌症嘛 而且在医院的时候 他是最开心的一个 有什么计划吗 将来就是初中毕业之后 去当幼儿园老师 如果好的话 然后自己再建一个幼儿园 多多帮助社会上有困难的人 今天的心愿是谁的心愿 上前一步 把你的心愿说出来 我的幸福心愿是 和爸爸妈妈一起出去旅行 谢谢 来 请回 以前没旅行过啊 没有 就是想去首都看一看 然后再去东方明珠看一看 还有去上海迪士尼玩一玩 为什么现在想去 以前没想着去呢 没有吧 最后一个化疗做完的话 就是担心 手上这个PSCC管 他要定时 每周要冲两次这个馆子 然后去哪儿就特别不方便 今天这个心愿 潮汐叔叔一个人可以帮你都实现 对 但是我觉得潮汐叔叔给你实现的 我不希望它是一个一次性的旅程 应该是一年去一个地方 今年先去北京 可以啊 是吧 然后身体彻底好了之后 你才能去迪士尼玩那些项目 要不然你身体不好你会吐啊 对不对 然后呢 再过一年 咱去深圳吹吹海风 分三年完成这个心愿更好 你要是吧 潮汐 好的 那我想代表六人游定制旅行 给你做个约定 我们做一个三年的约定 每年去一个地方 你看可以吗 可以 另外一个 就是既然做了约定 那么我们就要去完成这个约定 你要保证你这三年之内 要快快乐乐地 快点把病治好 给我们一个奇迹 好吗 好 谢谢 我宗师和人说慈善俱乐部呢 有录音棚 也有音乐知识人 想把你的故事写出来 由你去唱 而由我慈善俱乐部 去给你发行 让更多人知道你的故事 好 谢谢 刚才看到你的乐观 还有这个坚钱 在病痛的折磨下 还想到父母 真的了不起 开心的红酒庄 愿意做礼你梦想 真正 好 谢谢 我们长存康达医院 减肥中心呢 也愿意给你提前有个约定 就是你去旅游完北上升之后 我希望你呢 第四年也能到我们长存去看一看 我们安排你 对接你 到那里去玩一玩 谢谢 还有别的心愿吗 还有就是想要一台平板电脑 叔叔帮你达成这样的一个愿望 你以后呢 要勇敢地面对生活 好好抓紧把病看好 抓紧回到同学们当中去 你的生活一定能够越来越好 谢谢叔叔 还有别的愿望吗 就是拍一套艺术照 谁拍 我 我们一家人 我想代表那个八月照相馆的八月儿童摄影 然后送给你一套你想要的摄影照片 我们每五年阿姨都会送你一套照片 希望再过十年我就可以送你婚纱照了 好不好 二十三岁差不多 谢谢